这天深夜,物业的张姐正在挨家挨户催收物业费,可就在她路过612的住户时,她的背后陡然升起了一股凉意,张姐察觉到了异常,于是便打算先行离开,她一边走一边数着手中的票子。 张姐突然抬起头发现少了一张,她转头一看,那张钞票恰巧掉落在了612的门前,于是她壮着胆子走上前将其捡起,可下一秒。 果然没多久,张姐就惨死在了老宅内,警方在街道报案后,很快便对该案件展开了调查,而尚宇得知此事后,赶忙带着发现的那双凶手的鞋来到局里举报,她声称需要施救是那名接连残害少女的杀人吗? 但办案人员听后,却根本不相信她的鬼话,因为仅仅凭着一双鞋子,根本不能给他人顶罪,没有外力的协助。 走投无路的尚宇只好亲自调查,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,她一直尾随跟踪需要施,却发现需要施一直在做资产,并没有做出让人怀疑的行为,但这并没有让尚宇解除心中的怀疑。 直到这天,尚宇无意间发现,在自家门口安装着一个监控,尚宇回想起来,这是尚宇在过生日时,工友将其当作礼物一起筹钱买给她的,所以尚宇这么久都没有注意。 接着尚宇赶忙查看了监控,她发现在妹妹出事的那天晚上,需要施曾开车到过自家门口,这也在一次印证了,需要施就是残汗妹妹的凶手,可是就在尚宇查看监控的空档,尚宇竟将需要施跟斗了。 而此时,被跟斗的需要施花钱,将一名施族女约到了一栋废弃的大楼内,可奇怪的是她却什么也不做,只是莫赞对方耿直大方,比那些满口胡言的女人强百倍,不料得到夸奖的施族女,竟开始得意起来,还对需要施开起了玩笑。 可施族女万万没有想到,自己无意中的一个玩笑,却直接猜中了她的心思,这让需要施顿时怒火中烧。 然而就在她要对施族女下死守时,美婷出现在了窗外,还悄悄地打碎了玻璃。 施族女这才因此捡回了一条命,但此时的美婷却陷入到了危险的境地。 好巧不巧,尚宇在这时给美婷打来了电话,美婷的手机顿时震动不止。 要不加油? 去哪? 去哪? 察觉到危险的尚宇,立刻赶往了美婷所在的位置, 并向距离报了案,终于在美婷快要坚持不住时,尚宇成功赶到,还给了徐耀师一拳。 最终办案人员不听尚宇的解释,以打架的欧为佑,将尚宇带回了距离,并将其关押在拘留室内反省。 就这样,徐耀师做完笔录后,再次被释放。 临行前,徐耀师趁四下无人时,竟直接摊牌了。 他逃出手机,并对着尚宇说出了自己杀害妹妹的真相。 徐耀师声称,他极度讨厌像他妹妹一样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,他认为这样的女人,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说完丧心病狂的徐耀师,甚至还拿出了当时残害尚宇妹妹的视频。 看到妹妹残遭凌辱,尚宇绝望的师生痛哭起来,此是她的心中愤怒至极。 可更加揪心的是,无论尚宇怎样无助地呐喊,并没有人前来理会他。 徐耀师还告诉尚宇,自己的最终目标将是没听。 令人讽刺的是,最终这个残暴的杀人魔,被组长亲自护送。 可就在途中,组长突然接到了手下打来的电话。 手下声称,他们已经查到了徐耀师的身世。 不仅如此,自从父亲窝窗后,组母就开始带不同的男人回家,甚至在一次七零下,组母竟联合一名男人将小妹给杀死了。 徐耀师冲动之下直接要了两人的命,知道真相的组长,但是感觉背后发亮。 果不其然,下一秒,组长就领了盒饭,但徐耀师并未就此收手。 随后他伺机抓住了美亭,想要就此干掉他,但最终被及时从军里逃出了尚羽阻弹。 接着两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,可尚羽终究不敌背刺了一刀。 但想到妹妹的惨死,尚羽一时间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,最终和徐耀师双双坠楼。 危急时刻,幸好尚羽被恢复的美亭及时拉住了手,这才侥幸没有摔下。 虽然过程艰苦,好在结局是好的,故事的结尾,尚羽终于为妹妹大爆血海深仇, 事后她将妹妹的骨灰洒向大海,希望妹妹在另一个世界再没有痛苦。 受伏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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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